你 将醉仙安音 即刻押去青龙台行行 这里是天宫 不是白鸟道 纵我有罪 也轮不到你来审 审阀是援起神君降下的 我只是行行之人 我奉神君口谕 提前对你行行 今日 便是拨你仙谷 处你仙籍之期 你是行行之人 谁听的 当然是援起神君 我不信 神君御印在此 你一个低阶仙兽 真当神君在乎吗 你虽重罪 但不过是只不足轻重的水凝兽 我来行行便够了 他告诉你的 你说呢 即刻押去青龙台 是 是 这就受不住了 行刑还未开始 这就受不住了 天刑官 天刑官 既然神君要替他仙谷 自然是万宜圣火之行最为合适 这万宜圣火 向来只是为处置半神而射 这小仙兽不过是下军之姿 且有重伤在身 这是会与命的 他犯下弥天大罪还想活命 你若心慈 那便我来 话说殿下 这小仙兽腹内有一颗化神蛋 这神蛋不断地给他周身尖满 一直在支撑他的仙谷 若不是为了练此蛋救你 蓝风就不会无法救之无辜 往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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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阿茵 阿茵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私自用刑 阿茵私自放走妖狐 引起先妖两宿大战 你今日帮她 难道是要和妖族 沆陷一气吗 皇医乔无叉帝 快去阻止她 刚才皇医震她 我感受到了 还有阿茵 我担心她 阿茵 这里交给我 你快去 不能再出魔的奸计了 忠仙尊 救神君 不 阿茵 他怎么能进入魔阵 是他在控制这些魔器 他手上拿的不就是神军被魔族盗走的火黄玉吗 一定是他 释放魔器 谋害神军 现实曾言 火黄玉吸取真身神源 便能打开九渊杀玉的结界 还不住手 不住手 你没事吧 还好吗 你为何会在这儿 我 神军小心 就是阿易 用魔器和火黄玉卸取您的神源 你闭嘴 谁 刚才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难道你们妖族要勾结魔族助纣为虐吗 阿易绝不是魔 神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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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孽障妄图打开九渊结界 还好我们及时发现 一定是他 暗中勾结魔族挑起战乱 神军绝不能姑息啊 并非如此 我蘇灭的 是我感受到了火黄玉阵的 找到此处 看到神军 被魔器吸取深渊 但为何我能进入到魔阵之中 我也不止 但我所言句句说是 火黄玉在此 就此奉还 原因未明 勿扣罪名 诸位慎也 火黄玉与我凤族小凤军的性命 息息相关 且是由小凤军一人 能够感应得到 你区区一个先手 有岂敢信口开河 阿英确实可以感应到 我可以为他证明 如今火黄玉也已归还 于凤亦会归无碍 沈君 你刚刚说 火黄玉乃是魔族清灵所切 可如今为何出现在阿英手里 而且火黄玉明明是神器 可为何如此轻易吸取你的神源 唯一的解释 就是被魔族所控 而刚刚阿英操控魔族 吸取你的神源 大家看得清清楚楚 若说他没有修魔 仲仙如何能信 阿英确实可以进化魔器 至于原因 无可奉告 沈君定要维护阿英到底 不怕他与魔勾结 火乱三界吗 你若为了一己私情 谈护于他 乃如何让南风帝君明目 你身为神君 又如何让三界幸福 我是水灵兽 所以我可以进化魔器 阿英 诸位若是不相信 一宴便知 这世间仅由水灵兽上存 这世间仅由水灵兽上存 既然你是水灵兽 又为何隐藏本体 是本君 是本君故意遮掩 只是怕有心之人 对他下手罢了